天空中出現大量白點漫天飛舞 以色列國防軍再次空投傳單 但這次不是要加薩民眾 趕快往南撤離 而是呼籲 如果他們想要更好的未來 請提供哈馬斯手中人質的情報 以軍承諾會保障人生和家園安全 甚至還有金錢獎賞 但看到傳單的民眾怒火中燒 當地巴勒斯坦人更痛批 他們往南撤離 依舊沒有安全的地方 可以躲藏 不管到哪幾乎都是死路一條 經過如此 以軍繼續敦促加薩民眾要晚安移動 來因應預期即將發生的地面戰 要如何減少老百姓死傷 對以色列國防軍來說 依舊是一個巨大挑戰 法國總統馬克宏 會見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時 也持續敦促 要保護人民 不過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 科比警告 現在不是停火的時刻 因為停火對哈馬斯有利 平民的情況恐怕只會變得更糟 TPBS新聞綜合報導 這波尾巴衝突 以色列人民心中的怒火 不只對準哈馬斯 也沒忘了追究政府責任 他們自發性 聚集在政府機關門口 拉起布條 高舉標語 抗議的對象 就是他們的總理 納坦雅胡 也難怪以色列人不買納坦雅胡 因為根據泰晤士報報道 納坦雅胡32歲的長子 今年初搬到美國佛州定居 只需要履行 預備義務 根本沒有回國 共赴國難 不過有反對 也會有支持的聲音 聽納坦雅胡的人名 沿路撕掉抗議貼紙 這名男子手上還捏著多張 被他roll in的海報 結果兩派人馬 狹路相逢 只是在以巴衝突中 還是有巴勒斯坦 跟以色列人 共組互助團體 他們的共同點 就是小孩 曾被對方國家的人殺害 不管國家未來怎麼走 他們的共識 就是放下旗艦 追隨和平 畢竟無情 泡火下最多的 就是無辜犧牲的人民 TVB的新聞 宏福啊 劉寧廷 以色列采訪報道 坐在輪椅上的富人 滿臉驚恐 身體看起來很虛弱 直到見到家人 才似乎鬆了口氣 高齡85歲的利夫西茨 是被哈馬斯 新釋放的兩名人 職之一 他回憶被綁架的那一天 哈馬斯先是炸毀 以色列政府 打造了電子圍欄 接著無差別殺人 綁架長者和小孩 包括他在內 他說被哈馬斯一路帶到加薩 還進入哈馬斯的隧道裡 他和其他人職 都被送往單獨的房間 而且還有專人照護 老太太說 有醫生 有護理人員 而且每餐都有麵包 跟起司可以吃 美軍退役將領認為 作為談判籌碼 哈馬斯肯定會 好好照顧人職 只是哈馬斯 究竟將剩下的人職 藏在哪裡 因為他們的地道太過綿密 老太太提供的訊息 恐怕沒有參考價值 逃離死節的利夫希茨說 在哈馬斯青門踏戶前 其實有發射氣球炸彈警告 只是以色列政府 沒有認真看待 才會讓國家被辱侵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 空襲警報聲響起民眾倉皇 找地方避難 以色列台拉維夫上空 出現來自加薩的火箭彈 還好這一天的火箭彈 及時被攔截 而且不止一聲 在現場我們聽到了 至少四到五聲 而且聲音非常的大 TVBS採訪團隊 在台拉維夫市中心 也親身經歷 飛彈來襲的緊張氛圍 由以色列軍方 鐵穹防空系統 所發射出的攔截彈 之後它攔截後所發生的巨響 它是一個碰碰非常大的巨響 有當地人正在接受採訪 當場被炮火聲打斷 告訴我 沒關係 沒關係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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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它會殺死我們 現在更傳出 哈馬斯會埋伏在阿什克隆 和台拉維夫等城市的外海 等待時機上路突襲 IDF說 這是哈馬斯的海洋人 這讓以色列很憂心 因為不只以色列和加薩陸陸邊界 台拉維夫這裡也靠海 像是這家人 孩子在海邊吸水 看起來無憂無慮 他們原本住在更靠近加薩邊境的 阿什杜德 最近才搬到台拉維夫避難 沒想到還是飽受驚嚇 不管搬去哪裡 恐怕都無法躲到安寧 TVBN新聞 中央報導 我們要保證 鎖鎖鎖鎖 繼續保護海外 我們要保證 這時刻值得信賴的世界領袖 美國的領袖是 這就是把世界維持 美國的聯盟 是這就是把我們保證 美國保證 美國的價值 是這就是把我們 其他國家想要努力 把我們跟我們一起合作 以巴平民死亡的可怕畫面 天天傳播 加上美國人 只是被綁架的消息 傳回美國 美國大眾也關注起事件發展 路透社最近一份民調顯示 以色列被哈馬斯襲擊後 美國大眾對以色列的同情 比過去更強烈 百分之五十四的共和黨人 還有百分之三十七的民主黨人 挺以色列 其中年長者對以色列的支持 又比年輕人更多 力挺以色列 在美國是政治正確的主流民意 有意再次爭取到位的 前美國總統川普 當然也很清楚 川普喊話如果自己再次當選總統 將禁止支持哈馬斯的移民進入美國 並撤銷反由外國學生的簽證 有政治專家認為 以巴衝突事件 已經將美國的政治討論 轉向外交政策 候選人端出的外交政策 也會成為選民觀察的重點之一 然而還是有部分美國民眾 不挺以色列 而是挺巴勒斯坦 拜登一方面全力支持以色列 另一方面要敦促以色列克制 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成為難題 許多阿拉伯世界的人也認為 拜登過於偏袒以色列 無法當個公正的調解人 拜登政治生涯 與以色列的連結有多深 路透社引述非盈利競選經費追蹤網站 拜登在參議院任職的36年間 是參議院史上 接受親以色列船體捐款最多的議員 金額達到420萬美元 他在副總統任內 經常調停前總統歐巴馬 和納坦雅胡的緊張關係 每當和以色列的事態失控時 拜登就是橋樑 也有專家指出 拜登展現出的強硬與果斷 確實有助於提升支持度 對他競選連任相當重要 但即使拜登成功解決國際危機 也只是短暫紅利 紐約時報分析 歷屆美國總統大選 對國內的擔憂往往取代外交政策 拜登能否連任的關鍵 更多的可能取決於經濟等國內問題 拜登團隊或許得隨著情勢調整對策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